百货公司电梯前 妈妈拉着小孩心有余悸的回忆 她说当天全家三口 正要从一楼搭电梯到八楼 意外就这么发生 当时一楼电梯门打开 爸妈让两岁小孩先走进去 预计到八楼 没想到电梯门突然关起来 小孩子被关在电梯内往上带 他们吓了一跳 赶紧冲上楼找小孩 幸好电梯在二楼就停下 小孩没受伤 但饱受惊吓 全家人经历了15分钟的电梯惊魂 那如果今天一开门都没有人的话 那电梯是要上楼 我又找不到小孩 当下就是其实很惶恐 家长指控 百货公司电梯门短短三秒钟就关上 像是把小孩吞进去 整个消失在眼前 当爸妈的急死了 重回现场再测测看 电梯门打开之后 过了20秒才会关上 他们好像就是觉得说 电梯就已经修过 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了 对 那他们是不是应该在电梯外面 有个标语说 这台电梯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究竟是三秒关门 还是20秒才关门 引发顾客的质疑 百货公司紧急出面解释 可能就是在关门前几秒 顾客走进去 才会有这样的状况 未来我们会再加强一个楼面的一个巡检 然后看是不是有这样子 防止这样的意外状况会发生 业者联络厂商 重新检查电梯关门秒数 以及所有按钮状况 确保正常 而这场电梯惊魂 已经让当事人 吓得暂时不敢再搭这部电梯 记得这位小黄走音 台中报道